HELLO 各位全國光臨盤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1號禮拜一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 我是李歐 台北股市今天非常的精彩 上衝下襲很劇烈喔 今天中場是大漲135點 那早上呢 開盤往下殺 哇這個現貨部分跌幅 畢竟百點 期貨是已經超過百點 可是呢 早盤殺完之後 尾盤竟然又收最高 一來一回超過兩百點的一個價差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這個大盤著視圖 為什麼會這麼的誇張 其實上禮拜五 那個盤看起來 很多人都認為說應該進入一個修正整理嘛 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迷思嘛 就是這個這張圖 幾乎全市場在禮拜五都在討論這張圖 好這張圖是什麼圖呢 是賞戶小台的這個多空比 也就是說賞戶 他的部位 通常跟市場是呈現一個反指標嘛 所以很多人就會觀察 賞戶現在到底 他的期貨部位 小台的部位 到底是做多還是做空 好 可是我們看到這一路以來 從這個八月 這張圖畫面八月以來 漲這麼多了 在這個上漲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柱狀體都是綠色的 那就代表賞戶都在放空 可是賞戶在放空的過程當中 他的指數是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換句話說我們這樣觀察起來 賞戶確實是一個反指標嘛 可是就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賞戶的期貨進空單 竟然翻成進多單了 那這時候不就要顛倒過來 賞戶做多 那不就代表指數會跌 結果 所有的人都在討論 結果你看到今天早上 這個開小高之後往下殺 往下殺 跌壩四點 這時候大家都想說 真的 這個盤要跌了 這個盤要崩了 所以很多人 就把手上的多單部位砍掉 那甚至於反手去放空 追空 認為說這盤開始要修正了 結果想不到 很快速的一下子又拉到平盤 甚至於越走越高 好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 上禮拜五如果大家還有記得 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五的時候 都有同樣一個狀況 就是 期貨跟現貨 他出現了逆價差 還記不記得上禮拜怎麼說的 我說 當現在不是除全息的時候 可是你看到 期貨的價格卻遠遠低於現貨 甚至於禮拜四的時候 逆價差 112點 禮拜五的時候收盤 還有70幾點 如果去放空 如果去放空 等於說你白白的 就送給這個多單 70點到100點的一個價差 所以放空是相當不利的 相當不利的 那至於這個賞戶小台的多空比 又如何觀察 我的研判是 他這個有時候只會一天兩天 會跑來跑去 所以你要看的是一個趨勢 而不是看一個絕對值 不是看一個絕對值 像今天下午最新的這個數據 這個賞戶又重新空回來了 為什麼 你看 尾盤又漲上去了 賞戶又空回來了 那這又代表說 這個賞戶又做錯了 所以實際上 我覺得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只是用單一指標 比如說你就用這張小戶 這個小台賞戶的多空比 來做一個判斷 或者是你僅僅只是用什麼技術分析指標 來看這個行情 有時候你會故此思比 沒有辦法看得那麼的全面 比如說你看這個今天期貨 逆價差一度殺下去 殺到120點 那就不合理了嘛 期貨逆價差120點 這種莫名其妙的狀況怎麼會發生呢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後面尾盤 其實現貨今天沒長那麼多 現貨是長135 你看現貨長135 可是期貨為什麼長176點 為什麼長176點 逆價差收斂 所以空單真的很難討到便宜 逆價差太大 你不能去追空 所以逆價差超過百點 基本上你不但不能空 甚至要反手去做多 這是你從期貨的觀點 來觀察這個盤 來觀察這個盤 所以我想很多投資朋友 在今天 又有點虛精一場 有點虛精一場 但是你如果記得我們上禮拜 還有我們這一路以來跟大家的分享 如果你真的要看技術指標 你看的是什麼 MACD 這是大盤的日K線圖 你仔細看一下 下面的MACD 請問有變成負值嗎 沒有 他一路都是偏多的 都是往上走的 所以很明顯的盤 他只是橫盤整理 但是他並沒有翻空 並沒有翻空 好 那為什麼有些人 有些人都要問說 為什麼我們的MAC指標 是做多的 都是一路都是在零總之上 這是有修正過的 是我們的秘密武器 一般投資朋友你看到的 MAC指標一定是這樣子 這是原始指標 沒有當這個 在高檔開始震盪的時候 MACD出現幾根這個黑K棒 幫我放在這畫面 你看12345出現五天 出現五天 都是綠色的 就代表說 這個盤稍稍轉弱 來給我這個小畫面 可是我們的指標 有沒有 雖然他珠狀體有變小 可是都還在多方控盤 所以你看我們節目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常常看我們這個節目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從技術面的觀察 MACD的這個趨勢指標來看 目前盤還是偏多的 所以你單看今天大盤的K線圖 來幫我放大 你看到今天大盤的K線圖 這個地方很明顯的 感覺上又隨時隨地 有機會去挑戰14427 因為今天收盤 收14384 其實距離14427 也沒有很遙遠 好給我這個小畫面 好那這是大盤的部分 那至於個股 自己族群 你看到自己今天這盤 也是非常的熱 往哪個地方熱 你知道嗎 就是傳產 電子今天很弱 但傳產特別強 傳產是強誰 你知道嗎 就是航運 航運超強的 再來就是這個鋼鐵 鋼鐵 再來就是這個 一般的原物料的個股 好 航運的部分 方向萬海 今天又攻上掌停板 非常非常強勢 那包含像四圍行 開盤直接鎖住 也是攻到掌停板 好 那包含像鋼鐵 威智 威智 算是二線的鋼鐵廠 可是這一波 其實威智鋼鐵它的漲幅也是相當驚人 從這個10塊多 漲到現在 已經來到24.8 漲幅相當相當驚人 好 那包含像這個風芯也是一樣 風芯 拉起來 也是很快速的就攻到掌停板 攻到掌停板 那我想 短線上 你看到整個市場全部都在講航運 全部都在講鋼鐵 可是你再仔細回想過去的 這個兩個禮拜 就是12月份的上半月 是不是電子普遍比較強 那下半月感覺上又突然變成 傳產比較強 可是當市場所有資金都擠在同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啦 反而 你要調節漲多的 這個市場太熱的 這個傳產 就是我們所看到的航運 還有這個鋼鐵族群 因為市場現在全部都在講這一塊 那今天電子特別弱 你反而是要留意 資金在未來兩到三個交易日 電子有可能會轉強 有可能就顛倒過來 因為現在盤面上輪動的速度 真的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好所以你看今天第一銅 也是直接供漲停板鎖住 但是短線上 他的漲幅都很大了 都很大了 今天是21號 你看喔 像我們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鋼鐵 鋼鐵是做電線電纜 電線電纜當中最重要的 這個佔成本比重最大是什麼 就是銅 而且未來這個離岸風電 包含太陽能 電力設施大量的建設 一定會使用到很多的電線電腦 所以今天 鋼鐵 這個太厲害了 他也是創下波段的新高 創破段新高 原則上 我想這個20塊以上 再考慮說要不要賣 就可以了嗎 目前看起來還OK 那他的漲幅 其實比這個第一桶 還要落後一些 還要落後一些 沒有像第一桶掌勢木修某 可是呢 我覺得 關鍵的材料 你看這個11月19號 我們在古密大家群組的主頁 就跟大家分享 我說沒有他 特斯拉加表車嗎 那為什麼 這個是 他是誰 他就是這個銅箔 銅箔吧 那銅箔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他是用在 電池的附集材料 好 那是誰在做呢 包含像這個 我們這個金居 我們這個金居 第一桶當然是 這個跟銅直接相關 我們11月19號 跟大家分享 這個銅價 跟第一桶的關係 那你看一下金居 金居 雖然有上去 可是過去的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欸 橫盤著你之後又往下滾 可是你沒有看到 今天不一樣 今天雖然只有小漲3.8% 可是 他今天仔細看一下 幫我放他這畫面 今天他是佔上 所有的均線之上 上所有均線之上 而且 仔細看一下 他的下方 成交量放大了 成交量放大了 那你對應到上一次 成交量放大 是在11月初 當時成交量放大之後 他就出現一段明顯的漲勢 來給我這小畫面 所以我想 投資朋友也可以特別留意 這個金居的部分 如果你喜歡做傳產股 你喜歡做這個銅相關的概念個股 第一銅長太多了 你千萬不要再去追了 反而手上有的人 你可以適時的獲利了結 但是像金居這種的 今天剛剛轉牆的 後面就有機會 跟著往上做一個走高 因為至少他前面有整理過了 那今天有點 類似像發動的這股跡象 好 所以我們剛剛 從剛剛這個航運族群 從這個鋼鐵 從這個原物料 這個銅的這個概念 甚至於現在國際上 連鋁的價格 都創兩年以上的這個新高價 所以很明顯的 這是一個景氣的復甦行情 但是景氣復甦行情的時候 說實在的 從這個中長線的角度來看 電子股 電子股 這個漲幅會比較大一點 當然短線上目前旁邊上 是以這個傳產股為主 傳產股為主 但是我們一般投資朋友 我想應該都比較偏好什麼 電子股 比較偏好電子股 所以現階段 我的策略 我講我的策略 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這樣子 我的策略是 看到這個傳產股 現在全市場都在講 鋼鐵 講這個航運 有沒有 我們手上有的 那你漲高的 就先賣 賣高 那你如果真的還是喜歡這個族群 等他跌下來之後 再來做成績 你也可以繞回做價差 不一定說要全部賣光 那我的策略是 這時候反而要留意 跌下來的電子股 因為這些電子股 只要他是明年的明星產業 那在景氣復甦行情來的時候 資金就往這個方向靠近了 資金就往這個方向靠近 好 像我今天早上 在這個鼓勵大家群組的主頁裡面 我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這個莫莫思菲 那我想 因為這個MOSFI 很多投資朋友 說實在的 不是很了解 簡單的講 他就是一個 控制電流的一個元件 控制電流的一個元件 那在很多的產品上面 很多的這個手機 NB 包括像電動車 都會應用到這樣的產品 那我們知道 最近有一這個股票 有一張股票叫天玉 天玉長非常非常凶悍 那為什麼天玉長那麼兇 就是手機快充的這個題材 可是你要想 你要想 手機快充 就已經不然像天玉 通家 那個都長非常非常兇 可是 你要想 我們平常在騎機車 手機的電池小小的 你要充 像我自己平常手機 有在用快充 在其他的手機 在蘋果手機 還沒有支援快充的時候 其實很多年前 有一款手機叫OPPO 他們早就已經開始使用快充 那快充必須要搭配那個快充的那個 除了那條線以外 還有那個快充的頭 那這是手機快充 那電池容量小 很快就充飽了 5分鐘嘛 可以充50% 60% 那你要想 我們現在開始在推廣電動機車 開始在推廣什麼 電動的汽車 電池容量是不是很大 充電所需要花的時間 是要比較長一點嘛 而且這個電流是比較大的 所以裡面控制電流的元件 你就必須要耐高溫 耐高壓 所以這個MOSPHERE 就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今天詳細的內容 我今天就不多做解釋了 放在這個古名當家 賴群組的一個主頁文章裡面 這篇文章也會在這個禮拜四的理財周刊上面 刊登出來 好反正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像這個就是一個電晶體 左邊叫原極 右邊叫極極 那中間叫雜極 電流會從這個原極 經由下方的這個電子通道流到右邊的極極嘛 那要怎麼樣流過去呢 就是透過對這個雜極 就是中間的這個地方施加壓力 稍微往下壓施加壓力之後呢 這個通道打開 電流就可以從左邊的原極流到右邊的極極啊 好這是MOSPHERE的這個工作原理啊 那簡單的想 你就是把這個MOSPHERE想成是一個水龍頭的開關 水龍頭只要打開呢 這個水就從左邊流到右邊嘛 從這個進水口流到出水口 那MOSPHERE就是扮演這個水龍頭開關的這個角色 所以相當的重要 相當的重要 好那當然今天啊 今天最強勢的就是附頂的部分嘛 直接攻上掌平板 尾攀啊 尾攀攻上掌平板 照盤震盪一下 大盤在殺的時候 他算相對強勢喔 稍微震盪一下 他沒有跌破平板 那後面就往上攻 直接攻上掌平板 你看一下這個今天報紙 這今天早上的這個報紙 他有特別提到 來幫我放到這畫面 他有特別提到說 銀漲價炒 MOSPHERE台場喜富之馬 大陸的廠商已經連續 三個月漲價 年三漲 今年下半年啊 年三度調漲這個報價 大宗吉利 富鼎尼克森 反正就是四隻馬 業績看望 來給我這個小畫面 你看喔 我們今天 早上寫 我們今天 應該是我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放在這個股民郎家的群組的主頁裡面 今天早上的媒體報紙 他也寫這個 好重點是我們之前就有提到 上禮拜也有提到 漲價什麼時候會生效 台場有機會在明年 在明年第一季 開始生效 因為第四季的價格是第三季底決定的嘛 所以漲價我們看的是明年 很快啦 建議十二月二十一號很快就到明年嘛 正式生效之後 當然這個族群都有機會動 但是有強弱之分啊 你仔細看一下這張表 這張表 好爆發這畫面大家看比較清楚 副頂最強 可是 為什麼他最強 你仔細看一下這個 我框起來紅色框框 一到十一月份 副頂他營收 他營收是27.91億嘛 年增37% 就是跟去年比起來年增37% 所以他今年最好嘛 那股市場表現特別強 可是你在往左邊看 2019年他是最爛的 他是年減18% 合併營收整年年減18% 最爛的 好那我們看好什麼 我們看好尼克森啊 尼克森你仔細看一下2019年 他的全年度營收28億是最好的 是所有的MOSFIT廠最好的 他的年增是16.5% 也是最高的 可是你看右邊 2020年的這個一到十一月份 他今年是爛的 他的營收累計是22.5% 22.5% 好但是他的年減啊 跟去年同期比較 年減是-12.8 來各個小畫面 這是什麼概念呢 副頂 今年特別好 但是因為去年很爛 基期 去年基期很低嘛 今年稍微好一點 你就看他年增很多 那尼克森有些人覺得奇怪 那我們分享尼克森 為什麼這個表現比較不好 因為他今年這個業績比較差 他基期去年太好了 去年太好了 所以 今年我們現在股票看的是明年嗎 看的是未來嗎 我的研判是明年 他會變得特別好 就是跟這個之前的副頂 重演一樣的這個走法 重演一樣的走法 當然他們做的產品 還是略略的有些不太一樣 有些不太一樣 好那我們從這個長線的角度來觀察 從技術面來觀察 副頂就是月線 他已經來到這個2018年的高點 2018年其實當時的MOSFET 他也是四家都有同時出現這個缺貨跟漲價的一個效應 當時你看現在的副頂已經來到2018年的高點附近 可是你仔細看一下尼克森 尼克森現在漲幅相對落後 而且他現在從現在開始 他距離2007年當時的高點 是不是十年模一件還差很遠嗎 而且月線也是底部出現大量 也是出現大量 所以我想兩檔標的比較起來 說實在的 我是比較看好這個尼克森的部分 尼克森的部分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如果你想詳細了解 你可以觀察我們的Telegram 或是你去看一下 今天我在股民當家群組的主頁裡面發表的文章 那現階段我想整個台北股市 還是選產業做多 還是選產業做多 我當然無庸置疑 因為行情還是一個偏多思考 偏多思考 好那今天是這個冬至 也祝福歸投資朋友 冬至愉快 冬至愉快 好那長期資金派對 持續到2023 2023 好的以上就提供給歸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 好的也祝福歸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鼓民大家幸福理財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於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券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